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件事是401K RASRA的投放将收入放入退休计划是结税和省税的一个好办法 2024年401K里可以投放23000美元 50岁以上还可以多存7500美元总共3500美元 如果经济条件许可的话争取在12月31号之前把它存满 因为投放的数额是从工资里直接扣取的 您可能需要调整最后几次工资发放的扣钱比例 以确保投放总额达到要求 如果您的收入还允许投放传统RASRA的话 那么50岁以下的朋友一人可以投放7000美元 50岁以上可以投放8000美元 投放到401K和RASRA里的金额是可以抵减当年的税收的 所以可以降低当年的印税收入 投放到RASRA里的金额用的是税后的钱 虽然现在没有起到减税的作用 但是RASRA中的所有收益都不需要交税 所以对将来有很大的税务好处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是投放传统RASRA还是RASRA 传统RASRA和RASRA的截止日期跟报税截止日期一致 所以您可以在2025年的4月15号之前 把钱投入相应账户就可以了 有关RASRA和RASRA的账户特点收入限制 我在72期做过专门的介绍 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去观看一下 我会把视频的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框里 第二件事就是投放HSA账户 HSA账户全名是House Saving Account 如果您今年所用的医疗保险属于高支付额计划 那么一个人可以存4150美元 两夫妻可以存8300美元到这个账户中去 如果是55岁以上还可以追加1000美元 这是一种具有投钱不交税 收益不交税 用钱也不交税的三重免税神器 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 我在第六期视频中专门做过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看一下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框里 第三件事是限定福利计划 Define Benefit Plan 这是为自雇者小业主或者领1099表的人准备的 根据你的年龄和收入 可以把纯收入的40% 50% 60%甚至更多放到这个计划中 抵税额可以高达30多万 投入低逼的钱 报税时当作Pension Contribution 可以全部抵税 低逼计划必须在12月31日之前设立 但放钱可以等到第二年的4月15号 这种计划特别适合收入高 税率高的小业主 如果您今年生意很好 收入很高 但是还没有设置这种计划的话 请抓紧时间跟TPA联系 争取在年底前设置好 注意这里说的TPA是指 Third Party Administrator 跟报税师CPA是不一样的 第四件事是Solo 401k 这个计划适用于没有W2员工的小业主 它相当于是在401k计划上 再加一个Profit Sharing Plan 您可以把401k的23000美元 加上公司净收入的25% 最多6.9万美元 投放到这个底税账户中去 如果年满50岁 401k部分还可以多加7500 注意投放的钱 必须在12月31号之前放进去 第五件事就是Ross Conversion 如果您今年的收入不是很高 可以考虑做一部分的Ross Conversion 也就是把一部分税前的退出资产 从401k或传统RIA这样的账户中 转换到Ross RIA里去 虽然今年要对所转换的数额交税 但是以后取出来时 所有收益都不需要交税 对今后税率可能变高的朋友来说 这是很好的机会 举个例子 如果您把10万美元的RIA 转换成Ross RIA 假设今年的税率是24% 那么您要付2.4万美元的税 但换来的是以后永远不需要交税了 假设年增长率为6% 那20年后10万会变成32万 这32万不需要交一分钱的税 您觉得今天交的这24万的税值得吗 而且Ross RIA到73岁时 也没有RMD的要求 账户上的钱可以一直存下去 有关Ross Conversion的详细介绍 请看第36期视频 如果您确定好要做Ross转换的话 必须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 如果是在年金账号中做转换 一般要求在12月15号之前提交转换申请 第六件事是卖掉亏损的投资 以抵消资本利得 年底税务策划的一个重要战术 就是Loss Hosting 也就是把亏钱的股票或者基金卖掉 来抵减当年的应税收益 如果您的亏损比盈利多 您可以用3000美元的亏损来抵扣盈利 如果您的亏损超过3000块 那么可以留到以后一年一年的抵扣 第七件事是检查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 是否有余钱 几乎每个公司都提供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 这个账户的好处是 放进去的钱既不要交收入税 也不要交涉安税 可是坏处就是当年要全部用掉 不用完就白白浪费了 所以年初的时候就要规划好 一年下来大概要用到多少钱 现在到年底了 那就要赶快去查看一下 是否还有钱没有用完 如果还有余额的话 记得把里面的钱都花光 否则过期就作废了 第八件事就是领取足够的RMD数额 RMD的全称是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 是政府对从来没有交过税的 退休账户上的资产所要求的强制取钱比例 最早从73岁开始 以后逐年增加 每年有固定的比例要求 比如73岁是3.78% 75岁是4.07% 这个比例要求是对所有税前总资产来做计算的 比如您的RIA 所有账户加起来的资产是100万 那么73岁时需要至少从这些账户中 支取3.78% 也就是37,800美元出来作为当年的收入交税 如果少取或没有取 那么所缺的部分要罚款25% 这个惩罚还是很凶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保证在年底前把足够的RMD数额支取出来 有关RMD 我也在第45期和第46期做过非常全面的问题解答 请大家自己去观看 第九件事就是 巧用年度赠予豁免 2024年每个人可以给其他人赠予1.8万美元 如果夫妻联合赠予的话 就是3万6 少于这个数额不需要交税 受证人也无需申报和纳税 我的客户中 很多家长会利用这个年度赠予额 出钱给子女购买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险 既能为子女提供一份保障 又能为他们积累出一大笔免税资产 第十件事是529计划 这是为小孩上大学而设立的教育基金 只能用于小孩上大学 投入529计划的钱本身不能抵联邦税 有些州可以抵州税 但其增值部分若用于孩子上学 那就不需要交资本增值税 529计划也是利用年度赠予豁免 两夫妻一年最多可以投入三万六千美元 而且可以一次性投入五年的份额 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529计划只能用于子女上学所用 如果挪作他用除了补税之外 还会有百分之十的罚款 而且529账户会对将来申请大学助学金 会有负面影响 所以更合适的方法并不是直接把钱投放到529计划中 而是用来购买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险 因为人寿保险上的现金值 是不会影响助学金的申请资格的 我是家庭理财顾问 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帮我点赞评论和转发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那就赶快去订阅一下吧 我每周都会分享一期跟家庭财务相关的话题 都是实实在在的内容 千万不要错过哦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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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